大家好,我是空菜 我现在在泉州的新闲路 然后在我的身后就是福桥公桥站 然后在旁边有一家据说非常好吃的杂串 真的太久没吃杂串了 现在我打算去试一下 这是你鸡啊 还有一个 吃根 鸡蒸吧 这好像鸡咯 来个这个吧 烤肠 蟹肉棒 还有一些树的 培根金针菇 豆腐 猪血糕跟年糕 香菜跟空心菜 帮我算一下老板 这有炸鸡啊 这有炸鸡啊 在这吃吧 在这吃吧 这有个价格表 这些都是我的是吧 嗯 这就是我刚点的杂串啊 来看一下 这个是你鸡 底下那个鸡排 年糕 鸡翅根 然后培根 火腿 鸡蒸 底下有猪血糕 还有香菜跟空心菜 他配了两个酱 一个是番茄酱 一个是辣的 这个是自可吃这个刷的啊 刷点这个番茄酱 再来一点辣的 先来试试这串 他们这最招牌的米鸡啊 很多人都说非常好吃啊 来试一下啊 哇里面好嫩 嗯 这一大串是好像是三块 很大一串的啊 猪女鸡 外面很香 然后里面很嫩 不错 滚滚的辣 这个是我拿了这些里面 应该是最贵的一个啦 吃羹三个 这一串好像是 九块啊 这个感觉是有点那种 类似啊 奥尔良的那种感觉对 然后很嫩 也是很嫩 我拿了这根是小鸡排啊 这个好像是三块 然后那个大的好像是六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三块已经非常的大了啊 看 非常大块 嗯 可以 外面是有点脆脆的 太久没吃过炸串了 真香 香肠啊 这感觉跟我以前吃的烤了 差不多 多刷点这个酱好吃啊 辣椒越来一点 辣椒越来一点 蟹肉棒 豆干 豆腐 豆腐 应该是炸豆腐 对 吃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彩雷了 这个是培根卷金针菇 可以 鸡蒸 很脆 年糕 一整块了 长了 好软 好糯 这个可能就出了美南地区的小班 就很多人不知道了 这个是 猪血糕 也有用鸭血的 它是用糯米跟猪血去做的 美南的特色美食 很香 这个估计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啊 就是 香菜 炸了一个香菜 很香菜啊 其实喜欢吃香菜的 感觉还不错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炸空心菜啊 不是炸空菜啊 炸空心菜 这个要是再加点蒜 我觉得会更好吃 这个要是再加点蒜 我觉得会更好吃 对 其实不是本地人 老板好像是江西了 对 但是这个味道 其实超级野烈啊 很好吃 太久没吃了 真的太香了 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 吃杂串 你最喜欢吃什么呢 你鸡啊 我个人就挺喜欢吃那个 你鸡啊 还有像鸡排啊 都可以 青菜也不错